因为这场战争中其实我认为 其实乌克兰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了 它未来只会把整个战局限缩在乌东 所以美国现在所有眼光都回头去盯着中国 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一个消息我吓坏了 裴洛西要来台湾了 那个在川普旁边把川普国情之吻撕掉的 这个撕掉的那个裴洛西要来台湾了 真的假的 是的 这件事情呢 美国也没有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开讲 因为通常美国的重要的人是要来到台湾访问 他们都会压到最后一刻 因为当中的变数很多 但是据本主干得到的消息是 他10号就要来了 而且你说他见完谁就要来了 见完岸田 真的 他要去日本嘛 然后不去韩国了嘛 他8号去日本 然后10号跟岸田见面 见完岸田之后就会来到台湾 对 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情 登登登登这么的重要呢 我听到我叫倒退 我要倒退三步才可以接受这个消息 是没错 因为他 裴洛西他目前是在美国总统接任续位当中 第二他仅次于贺锦丽 第三啦 就是说如果拜登 拜登总统嘛 假设不妙 然后贺锦丽不妙 就是裴洛西 对对对 他就是 第三位 美国第三把交椅 太厉害了 而且他是现任议长 对 而上一次台湾有美国现任众议院议长来 是多久 1979年以前 19 我小时候 也就是我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感觉上很像 哇古时候了 对 现在裴洛西要来了 好那裴洛西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当然会带着一大团人来 对啦 然后其中还有非常多个美国的议员 其实他们之前陆陆续续都一直说 我们要来台湾 我们要到台湾访问 可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推迟了蛮多 对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说 美国团怎么一团接一团 不断的来 一团比一团还要高 一山还有一山高 每一团都越来越大 然后越来越重量 之前说拜登总统特使团来 大不大 已经很大了 因为特使就代表总统 那毕竟他是分身 他比总统还凶 他是本人来 而且他是对 他虽然民主党 可是他是对中强硬派 从来不假词色 一直在戳中国说 我们应该 美国应该要跟中国展开 人权方面的对话 开什么玩笑 中国最怕的就是 你跟我谈人权 好那所以呢 其实他的强硬的态度 然后他在美国政坛 受人尊重的程度 他进场 大家是要 连包括总统 美国总统都要起来 就是我讲他跟川普在同框 川普在演讲 他在川普后面把他的国情资论撕掉 然后还冷笑 这样子 他非常强悍的一个人 对 然后他备受敬重 他今年已经高龄 其实80岁 然后还千里迢迢 要来到台湾来访问 其实这个意义超级重大 就是说美国当然力挺台湾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战略地位的力挺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那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力挺 就是道德高度上面的力挺 我告诉全世界 我站在极权的对立面 我站在民主的这一块 所以我要来台湾访问 所以那个是最大的意义 可是除此之外 裴洛西来之外 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 那中国会不会趁现在浑水摸鱼 也对台湾怎么样呢 结果包含美国副国务卿雪曼 还有美国财政部部长叶伦 同声 这次全美都在挺台湾 我觉得现在有点像围欧的感觉 就是同一天 有这么多美国重量级的官员 都同时间对于中国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雪曼美国副国务卿说 拜登政府从上到下都努力确保 中国自恶乌战士吸取 希望你们中国 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资讯 正确的教训 正确的教训 美国的一中政策不接受犯台的行径 如果你有任何蠢动 或者是让我们觉得你是以非和平的方式 想要试图来破坏两岸之间的稳定的话 小心咯 我们一定做出回应 然后呢 什么回应呢 财政部接力 叶伦接招 叶伦说 啊我告诉你啦 我们现在对俄罗斯的种种制裁 现在卢布已经快变壁子了啦 中国就会面对同样的制裁手段 好啦除此之外再来 我们都很熟耶 他是专门提台湾的 他提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名称我觉得够白话文啦 排除中国法案 超酷的 就告诉你 我就是列出你中国的哪一些官方的人 我就明定在我美国的法律当中 如果有任何状况 我就是把你们这些列名的人 通通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 踢出SWIFT 踢出Gino 对对对对 你看看 我觉得就是大家整个美国力挺台湾 然后这个明白白话文告诉中国 你要小心后果哦 后果很严重哦 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 我觉得那个意义已经 无法再更清楚了啦 已经到了一个极致的程度了啦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一路看了 从裴洛西要来台湾 到包含的美国副国情雪曼讲话 然后美国财政部部长叶伦讲话 到美国众议院议员提案 他其实都在讲一件事 今日俄罗斯 明日中国 请中国自己掂量着 对 小心点 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大家包含西方媒体开始煽动西方的群众 让大家知道说中国其实很糟糕 连这种大翻译行动都开始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极为重要 为什么因为大翻译运动其实已经已经展开一段时间了啦 就是你懂中文的也懂其他各国其他的外语的 然后呢你就可以尽可能的把外面的讯息带入中国 翻译给中国的这些网民看 然后你也把中国的这些小粉红的言论 翻译给国外的所有西方世界的人看 那他民众会更讨厌中国 对 然后呢你翻译到这个中国内部 他们讨论乌俄战争的状况的时候 国际上面就会说 哇靠天哪 中国人竟然是这样子的反应 太多例子了 我们先看这个例子啦 就是说有一个网友他是个教授之类的嘛 然后呢就说哎沈老师啊 你怎么样看这个啊 这次你看基辅旁边啊 都已经出现了一大堆的这些尸体 哇我看这个事情恐怕也很难解释啦 结果这一位他口中的沈老师沈教授说 哎呀乌克兰 乌克兰不是早就已经都发给发枪了吗 我告诉你那些躺在地上的那些哦 不是平民他们都算士兵啦 对他们都是士兵啦 所以呢也就是说 二军并没有犯下这种人 人神共愤的这种不察屠杀 他们不是杀平民 他们杀的是士兵 不止这个还有好多个 这个大翻译运动被揪出来的 譬如说中国的网民就说 哎呀乌克兰真是让我知道了一个国家的下限啊 竟然造假呀弄了这么多假尸体在路上 给人家拍照啦等等的啊 然后呢还说什么 开战前没几天就已经有消息出来啦 就说这乌克兰的倒在地上的那些都是化妆的 所以呢压根我也不会相信这些西方媒体的东西 他还说导播我们看哦 他很怀疑这次是乌克兰军队借了几个老乡的人头 他连这种话都可以讲得出来 讲的话非常非常的过分 然后还说如果这真是俄罗斯做的 你也用个脑吧 俄罗斯怎么可能会留下证据呢 他们一定会清理完战场 不让让你抓到把柄 对 我的天啊都已经活生生血淋淋 CNN都已经用影片来告诉你 用卫星照片来告诉你说 几天前尸体在这边 几天后尸体还在那边 你是找人演 你小粉红自己去演 你演尸体给我看 你就演那么长 人家拍照的时间多长 你就给我演那么长 那所以当中国网民 这个力捧恶爹的这些行为 被翻译到国际上面的时候 大家就赌揽他了啊 大家就知道了你中国跟俄国 就是站在一起嘛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中国 我觉得是蛮伤的啦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好端端的 要把自己打入跟俄罗斯 这样可能面对的一个惨局 很惨的一个状态里面呢 何必要与全世界为敌呢 有这么多的国家 你不愿意去交朋友 你只要交一个朋友 我只要一个朋友便已足够 你此生足矣 这件事情很奇怪 这毕竟是一个22 这个21世纪 所以毕竟朋友要越多越好啊 敌人要越少越好啊 柯文哲的名言 你们不是最爱柯文哲吗 多个朋友多条路 是嘛 少个敌人少到墙 这不是老周他们的话吗 对啊 用你的话打 用你们的话打你们自己的脸 就是说 这么清清楚楚的事实 已经摆在眼前了啦 那中国网民还是 还是宁愿 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把自己的眼睛蒙掉 这件事情只会让中国越加不利而已 对 对 对